好那我們繼續開會啦 那接下來我們請孔文基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請四位被提名人好不好 來請四位被提名人 首先要恭喜 恭喜我們經濟部商業司的司長李梅 這個被行政院長任命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那陳志明教授 是被提名為副主任委員 然後另外兩位 洪才龍跟郭淑貞是續任嘛 對不對 那這任聾道遠 任聾道遠我相信這個提名案 應該基本上都沒有問題啦 那但是我們現在有些質疑就是說 首先請教李梅司長 那你過去都在行政單位嘛 在經濟部商業司 經濟部的各部門基層出身 有的學者說 會認為說你是在擔任這個公平會主委的話呢 你將來在審查廣斷跟聯合行為 跟你扮演的這個職能可能會有所衝突 那這個部分 你可以有信心可以克服嗎 回報委員 可以 因為我的公務生涯的這些經驗呢 正好有助於我到公平會擔任這個角色 因為公平會的業務主要非常專業 非常需要法律的執行 那也因為我過去公務員的經驗 本來就是要依法行政 但是因為公務員都是依法行政啦 依法行政的話呢 但是你上面有長官的壓力 如果上面施壓給你 但是公平會是一個獨立機關 獨立行使職權 這個方面 你要能夠抵擋這個上面的壓力 可以嗎 沒有問題 這是獨立機關 而且所有的審議都是透過委員來執行 所以也不是主委一個人 那個我不希望碰到像高通案 高通案這個早上大家都談過 本來是被公平會裁罰230億元 創下最高法研的紀錄 但是在上一任的公平會 這個突然大轉彎 然後訴訟上和解 然後呢就承諾為期五年的產業投資合作方案 怎麼會這樣一個大轉彎 大家都非常的質疑 你公平教育委員會應該是獨立行使職權嘛 我相信過去 李梅司長你沒有參與過 但是有兩位續任的委員 你們有沒有參與 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洪才龍委員 報告委員 從2017年2月上任之後 然後這個案子第一次處分是在 當年的10月 所以我是有參與的 有參與 那你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轉變 說來話慘 不過就是說因為 無論是處分或是後來的訴訟上的和解 我想都是因為都是委員會議做出的決議 所以我想那當然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改變 當時公平教育委員會有兩位委員份而辭職嘛 是不是 那所以這個你應該對這個 這個內幕應該是比較了解 因為你有參與其中啦 所以有沒有上面的壓力有沒有 就我所知是沒有 那後來是你們自己公平教育委員會自己討論決定說 不需要罰用產業投資合作的 來做一個替代方案 就不需要罰款 報告委員就是說 那個和解比度其實包含兩大部分 一部分是行為承諾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您剛剛提到的那個產業合作方案 那現在成那個承諾 他們的承諾有沒有做到 高通的承諾 有 那目前因為從 2018年 這個8月達成這個訴訟和解之後 就開始執行這個 所謂的5年的那個 這個7億美元的這個投資方案 按計 沒計 然後他都有設定那個KPI 我想高通公司 都有如實的 跟公平會來做報告 那這個 這個你認為已經有達成承諾 這個標準 這個我想我們經濟委員會要 要這樣的一個報告 這個 那我想 洪委員 你是這7位裡面唯一的民進黨籍吧 是 其他都是五黨籍吧 是 那你可以超乎黨派的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立場 來公平的處理 公平交易的案子嗎 在這邊跟 委員會還有委員做承諾 這絕對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你們這幾位 有兩位是行政界出身的 包括郭淑貞也是行政 那有兩位是在學校任職 一位陳志明教授呢 副主委被提名人 你這樣 這7位都是專任 那你們會不會在學校繼續教課 現在有 有還在學校兼課嗎 那個 跟委員報告 如果我的任命案通過以後 我必須要跟學校申請 所謂的借調程序 那借調的話 其實全國的大學都一樣 就是借調人員必須要回校 受課一定的時間 那目前我的時間大概是兩個小時 一個星期兩個小時 一個星期兩個小時 那可以接研究計畫嗎 依照規定是可以 科技部是可以 但是不能夠支領研究費用 個人零救費用 那個洪委員 你現在有沒有在學校兼課 你也是四星大學 有 我目前在清華大學兼課 你現在兼幾個小時 每個禮拜三小時 都有事先申請 大概是不超過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想這個是一個行政院 所以你們的職權是專任 那專任的話呢 就是希望你們能夠 這個守這個本分 這個我跟各位報告 我當立委 沒有說可以在學校兼課這樣的規定 沒有禁止的 但是我這個十多年來啊 從來在學校沒有接一門課 過去我也是在學界出身的 我過去在朝陽科技大學 東華大學 但是呢 當了立委之後 這個是對顯民的一個 一個要負責任的一個態度啦 所以一個小時都沒見過 十六年來啊 一個小時都沒見 這是對自己的一個 自我的一個要求啦 因為這個是專任嘛 好啦那個最後啊 最後可不可以請行政院的秘書長 你們四位請回 好謝謝四位請回請秘書長 呃李秘書長 那個呃我們原住民的法案 是 原住民法案在內政委員會 之前你在內政委員會 好我希望你能夠再多關注一下 就是他那個時程 是 因為蔡英文承諾 要這個要這個 這個原住民法案 是好這個要有時程啦 那這個部分 你怎麼可以做如何協助啊 是 我知道政天財委員是很一直在排原住民法案 是 但是都是在內政委員會 有的出於一讀 有的沒有 是 是有關 呃屠海法的部分 現在已經 目前是採用分流立法的方式啦 就是所以 包括山坡地 呃條例 還有相關禁法的補償的辦法 這些都已經 已經通過也在實施 那對原住民的權益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提高這個保障 那現在 原保地 原住民保留地的 呃開發管理辦法 目前也在研理中 所以 屠海法 因為屠海法的範疇比較大 所以那個部分 現在用分流立法 我覺得成效 是還不錯 應該 你們已經確定分流立法了嗎 呃 確定了 目前是 就是說分流立法 就是說這個 原住民土地跟海域的 自治法 你們給它弄到各 各單行法 各法規啊 化整為零也比較好 比較容易通過 不會說一次 端出一個很大的 這個法規 那可能會 很冗長 因為這個已經四進四出 立法院 嗯 那個 我想行政院秘書長 你那個主席在30秒 行政院到現在為止 是 蔡英文總統在任的時候 大概只送了一個法案進來 叫做 原住民以言 以言這個 保障法 嗯 其他都沒有看到行政院主動提任何一個案 那我們立法委員都已經提出了很多版本 那個到審查的時候 內政委員會排審查 最後行政院沒有版本 這個是行政院的一個怠惰 所以我是希望秘書長你能夠盯緊 盯緊這個原住民 該送到立法院來的 你就送到立法院來 不要留下一個 一個這個 記錄說 欸 蔡英文總統承諾要答應的 很多原住民法案都都卡在行政院 都沒送到立法院來 好 這個這個也是我希望 民主長能夠多幫忙一下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孔委員 謝謝李民主長 謝謝 接下來請邱成員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這個邀請四位被提名人 請四位被提名人 好 李美司長 習慣稱呼你司長 那沒有關係 今天 非常恭喜四位被這個行政院來提名公民交易委員會的這個委員 那有這個我們的商業社李美司長 本身是被提名為主委 還有陳靜民教授 提名為副主委 那另外兩位 我們的郭淑貞跟洪才榮 你們是序任 那今天大概就幾個面向的問題來就教一下 首先就教這個李美被提名人 就是說這個李美司長我想請問一下 你認為你這次主要被提名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行政院他主要提名你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試任這個位置 你覺得主要原因 我個人在服工職有30年的經驗 那在過去任何一個工作我都全力以赴主動積極 不管是在公司法令的建制 或者是跟我們服務業的企業的互動 我都全力以赴 我想全力以赴的公務人員非常多 認證的公務人員 你覺得你有什麼特別的特質 或者是你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因為我們了解其實像這個李美司長 過去這個豐富的公務員的經驗 當然我們都非常肯定 那擔任商業市的市長的職務 也讓你對產業甚至服務業 有都有非常深入的這個了解跟見解 其實業界的風評也都非常好 然而將來在公平會 您將扮演的角色 其實跟經濟部商業市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角度上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才會剛剛要問你這個問題 那比起多年來我們在經濟部的角色 是以扶植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的角度 那公平會它是一個以維持市場秩序 甚至是要扮演這個仲裁裁判的角色的 競爭政策為主 那相較於過去對於商業的時事 採取截然不同的立場 這個心態上的轉換我比較好奇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達到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同之前的高通案 其實起初 公平會對高通祭出財法的時候 其實經濟部當時就為了這個5G的發展考量 而表示有部分的意義 其實這個立場是不盡相同的 所以針對以上的論述 我具體提出兩個問題來 就叫這個李美被提名認 第一 公平會的目的是為了要提升產業的健全發展 維持並確保商業市場的公平競爭 那請問您認為您在商業市多年的經驗 對於您在公平會的工作 是助力還是主力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要用兩個角度去看 第二個 在兩者的立場或是角度相義的情況之下 您將具體如何處理身份的轉換 又如何兼顧這個經濟發展 以及這個伏值企業 及這個法律仲裁的這個原則的平衡 這兩個部分是不是請這個李美被提名人回應一下 我首先回答委員 我過去在商業市跟服務業的互動 我認為這是一個助力 我們過去對服務業發展的一些協助跟輔導 並不會溢出法律的規範下 所以我們跟服務業在互動 同時也告訴他們相關的法律規範 而且台灣的中小企業 我們的服務業 基本上都是非常鎖法的一個企業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基礎 我們在跟服務業溝通對話 去宣導法律的時候 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好 那可是這個你跟業界這麼熟 如果以後有相關的案件 如果這些朋友來跟你 業界的朋友來跟你來請託 來溝通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有可以比較公正的立場 來去處理 我在商業市或者是在過去智慧財產局 我向來處事的原則就是依法行政 我想這個我的朋友 或是我們這些中小企業 大家對我都有相當的了解 所以在可以協助跟不可以協助的一些分界 我想都有相當的分寸 我想你需要去把它分寸要 這個居民划清界限 你自己要去把握 我想這也是 當時我回到第一個問題問你的 行政院為什麼會提名你 我想這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過去的風評 也讓大家對你有高度的期待 那第二個問題 我來就教這個高通案 高通案的部分 我可能要請兩位這個序任委員來回答 會比較清楚 針對在106年10月20號 公平會對高通公司裁罰230事業 並要求這個改正違法的行為 卻於107年的8月9號 達成訴訟上的和解 然而此案卻當時遭監察院的糾正 認為其在短時間內 做出最高的這個罰還處分 又快速的和解 當時的罰還的金額達到234億 所以令人質疑 是否質疑的去善自的判斷 那這個兩位是虛任的委員 就叫兩個具體的問題 請問第一個 此案是不是有可能 如同監察委員提出的高通 依據他當時和解的內容 以和解 有公平會背書為由 拒絕跟同業競爭者簽訂 授權契約的 同業競爭者跟高通公司談判時 幾乎不可能磋商出 完整的專利授權的這個相關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當時的一些學者們的疑慮 公平會是否有能力掌握 當時高通在和解的時候 有承諾的5年的投資承諾 大概是109年到112年 那這個部分 現在目前的進度如何 高通是否有正在旅行 你們有沒有掌握相關的進度跟管考 那最後我再補充一個問題 如果高通最終未完成當時的承諾 是否有相關的法則 或者是恢復原裁罰金額的這個計畫 或者是這個原則 是不是請這個部分先跟我們回應一下 是 是 報告委員 高通它的專利授權的模式 是不是違法 這個正義性是非常的高的 我也去查了美國對這個案 美國的地方法院是認為是違法 可是最近的高等法院 美國高等法院認為這樣的一個授權模式 是不違法的 所以它的正義性非常高 那在公平會調查處理的這個審議的階段 我認為說 在目前的階段要去認定說它是不是違法 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用和解的方式 來談一個對我國的競爭秩序 以及產業發展最有最好的一個條件 才是好的 這是當時的這個判斷 那我們現在要具體了解說高通 當時承諾了5年的投資承諾 目前進行的進度如何 那當時承諾的投資金額 或是預期的效益 現在目前的狀況如何 他們都有按照這個時程來做進行 那這一部分是不是 有沒有具體的金額 5年的承諾 有 多少 200億 還是你當時罰還的金額 當時那個是 罰還是230億新台幣 實際好像 後來是說27億3千萬美元 就是高通不再主張 表示說就是歸公平會 那除此之外 那個產業方案裡面有提到 高通公司將在台灣 這5年之內 投資7億美元 我想這個 也投資如期在進行 好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請你們上任後 提供一個具體的書面報告 相關的進度 提供給本席辦公室 我們會持續來追蹤 最後 那個主席再給我30秒就好 我請教一下這個副主委提名人 針對這個數位經濟跟平台經濟的競爭處理 就是說 現在數位經濟的發展非常的快速 那我就叫兩個具體的問題 請問真的 因為這個是未來 整個經濟型態的改變 其實公平會也要與時俱進 相關的法規 第一個 請問針對數位商務跟平台經濟 對競爭市場 帶來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你將如何主動積極的即時作為 有沒有具體的對策 第二個 對於平台業者資料的開放 擷取 或者是對系統的對接 密集度越高 也越來越重要 但相對的 對於這個 各支的收集分析的情形 對市場也可能會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請問這個副主委 被提名人有什麼具體的因應作為 針對這兩個部分 因為現在的網紅經濟 透過這種意見領袖 或是KOL的方式 來在散播這相關的資訊 包括這些個資的保護 是不是給我們簡單 一下的回應 我想真的第一個問題 主要我想委員 垂詢跟關心的應該就是 透過網路來進行一些 不公平競爭的一些行為 特別是有關不實廣告 誤導消費者這一塊 那公平會過去在處理不實廣告 事實上有相當多的經驗 不過公平會未來所要面對的挑戰 就是說網紅經濟這樣的一個特色 這個所謂網路的意見領袖 形塑出誤導的效果 那個判斷可能就會涉及到更複雜的問題 同時可能甚至會涉及到言論自由保護等等 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沒有說什麼具體的政策 但是我覺得會內的同仁應該 在數位經濟這個產業部分的了解 可能要更深入一點 那我個人可以做這方面可以做一點貢獻 對我想提出這個問題 主要就是對新的公平會的主委 副主委一個期許 我想這個數位經濟網紅經濟 包括我們現在這種直播平台非常的多 那也是我們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那相關在法制上 還是跨部會的協調上 還是現在業態多樣化上 其實公平會應該要扮演一個相對應的角色 與時俱進 那這部分我們給予高度的期待 也希望你們能夠做得好 那在時間恭喜四位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邱委員 謝謝四位被提名人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貴銘委員發言 主席我們麻煩請那個主委被提名人 好 請李主委被提名人 來 主委好 那個 我來問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 但是本於職責還是得問一下 主委你認為你當公平會的主委 你認為從專業上面來講合適嗎 合適 你認為合適的理由在哪裡 第一個 我過去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擔任從專利到主密到法務司主任到副局長 其實從事的這些智慧財產權相關的業務 跟我們公平交易法的公平競爭 他的精神是符合的 對 但他的專業是不同的 專業是不同的 您的資歷在智慧財產權方面 的確 但是除了智慧財產權 你一直都是在智慧財產權 但我們要知道公平交易法 並不是只有智慧財產權而已 公平交易法的範圍 尤其在台灣 它cover了反托拉斯 Antitrust 跟 unfair competition 不公平競爭 台灣是把這兩個法 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稱之為公平交易法 所以它跟智慧財產權 只是其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才在看了這個提名之後 我平常講我是有一點訝異 但訝異倒是不是說對你的不尊敬 不是 只是認為說這個專業領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才會請教你說 你自己本身來講 你自己本身來講 我覺得你在經濟部其實是還蠻好的 但是你跨越到了這個公平會之後 這一次的公平會主委 因為原來的主委 他沒有續任 我倒不是說原來主委比你好 這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專業 每一個人有專業 所以我覺得你過來做一個 你並不熟悉的一個事件 我覺得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妥事的安排 我覺得你在經濟部的體制之下 你可以有更寬廣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那因為你是被提名人 所以就原諒我 我必須有些問題 必須要質問 那個高通的案件的部分 其實他有 我其實以前也質詢過 那也有講說他案部就班在 但我要請教你 以你對於專利的研究來講 以你個人的專業領域 你會認為以高通的情形 你現在講的是他的專利授權 剛剛邱委員在問你的時候 那我跟正好 這個反正我們的國會頻道 也是對外公開的 他的專利的授權是講說 你就算是一個 我們講是汽車裡面的一個IC好了 假設 然後他的費用的累計算 是按照那個車體本身來計算 以你的專業你認為 這個是合理的嗎 先不管你剛剛講法院 地院已經判他的情形 就以你的專業 你的專業來講 以類似的情形 我們也不要講高通 我們就直接講說 專業授權的部分 你賣的東西呢 假設是一塊錢 他在計算權利金的部分呢 是計算最後的最終產品的 當成一個基礎去計算 然後他還規定你 就是說你一定要跟特定的 這個他的供應商買才可以 這樣子你以你的專業來講 你認為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我想這要看 不講高通啦 講個案我覺得不好 但是這個概念上面來講 基本上還是要看具體的事證 合約的 沒有我們就講 我剛才已經跟你講了 專利的授權的部分 他用你的 假設你賣的是一塊錢美金的零件 他使用在十萬塊錢的車體上面 權利金按照十萬塊錢的車體來計算 然後你在交易的時候呢 還有限定你的交易的相對人 以這樣的情形來看 你認為是合乎公平交易法的規定 還是不合乎公平交易法的規定 是不是合乎公平交易法的規定 其實還要看說是 沒有只有單純我剛講那兩點而已 沒有別的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看具體的內容 具體內容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 他對市場的影響各方面來斟酌判斷 不一定喔 主委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我今天覺得說 為了要故意我的品牌 我的東西呢 賣給你的時候呢 你只可以 我規定你 你賣出去只可以賣 這個一萬塊錢 即便 即便他的成本不要那麼高 但是也是一萬塊錢 我要求你一萬塊錢才可以賣 主委你認為這個是合法的嗎 我還是覺得要看 當事人之間的關係 合約的約定 價格耶 這個市場的狀況 那價格 主委 我已經暗示了 在限制轉售價格 在公平交易法有一定的規範 對 他的規範是怎麼樣子 就是剛剛您提到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依據 主委 這個就是我在講 就是說你在專利的部分很好 但是在公平交易法 這最粗淺的公平交易法 價格本身來講 Price Fixing 在任何國家 它都是直接 Volation Perset Violation 就是說它不論你其他的理由 我為什麼會拉回來 就是 因為我剛才問了你 對於這個專利授權 你可以用一塊錢 用End Product 去計算你的權利金的情況 可以還是不可以 所以 就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但是主委 就是你在當一個主管的時候 我覺得你在對那個領域很熟悉的時候 你的發揮空間就會很大 但是如果你的 你對那個領域的 並不是很熟悉的時候 它反而 你喪失了一個你在經濟部 其實原來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因為我們都看到你在社會財產權的部分的 這個表現嘛 好 那你離開了你的專業領域 然後到一個你完全不熟悉的一個領域的話 當然你的學習能力很快 你的學習能力很快 但是呢 因為公平教育法它牽涉到太多的一個問題 就像我前面講Antitrust也是其中的一個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跳到第二個問題 請教主委 就是對於您上任公平會的主委之後 你希望公平會裡面會有什麼樣子的這個大的案件的推動嗎 比如說我們看到Facebook也好啊 或者是其他的 我們看到在歐美的地方呢 它都有被因為這個Antitrust 我剛剛講台灣的公平會是Covered Antitrust的部分 都有被科處 這個不管是用稅也好或其他的方式也好 都有被處罰 在台灣會有還是沒有 謝主委 謝委員 在公平教育委員會 沒有我只要問你講 你有沒有Plan 是 你不用告訴我個案 我剛剛只是舉例說 比如說那樣子 所以你現在被提名 你對於你未來的公平會的function 功能的部分 你是已經有規劃了還是說 我沒有 我是等到我確定那個上任之後 你才要做規劃 有初步的一些規劃 但是這些規劃等到我 如果真的上任之後 會跟委員跟同等做一些討論 謝謝 我給你找個台階下 然後我要請教你的就是說 那Lineacy的部分呢 有在推廣嗎 Lineacy的 這部分在公平委員會裡面都有在處理 好他現在是怎麼推廣 你知道Lineacy是什麼吧 主委你知道Lineacy是什麼吧 有稍微了解一下 但不是那麼那麼樣的清楚 是什麼 Lineacy是什麼 我們中文叫什麼 寬恕政策 寬恕政策 在公平會裡面其實很多的時候 在公平法裡面有寬恕政策 是是是 這個有一個就是為了要 主委我對你其實是很尊敬啦 但我的建議說 其實你回到你的專業 你的伸展空間會更大 好不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李桂銘委員 謝謝 好謝謝主委被提名人 接下來 翁崇軍 翁崇軍 翁崇軍委員不在 廖宛如 廖宛如 廖宛如委員不在 請蘇智芬委員發言 主席一份是請洪財龍委員好嗎 請洪委員 委員好 我請問一下 你對於高通案 高通案的話今天處理這樣一個結果 你根本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高通案整個過程跟目前的進行狀況嗎 還是 目前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現象或現況 你個人對這樣處理的一個過程或結果 好謝謝委員的詮詢 我想高通案比較特殊是因為 我們當初裁法是針對他整個在全球的一種商業模式 那的確是有很多的正義 那後來當然 郭敏薇後來先主任之後 進行在法律的這個授群之下 進行那個訴訟上和解 那目前都是在執行 他的行為承諾跟 台灣的投資產業方案 好 謝謝 那 我另外再請教你 你下一個問題 這下一個問題的話就是 我們講的話就是不要跟農產品交易有關 農產品交易有關 但是我是不要期許 就是公平交易委員裡面的所有的委員 我是希望就是洪委員以後可以關注這一塊 好不好 可以關注這一塊 那我們看一下好了 就 蒜頭有沒有被聯合壟斷的問題 蒜有沒有被聯合壟斷 那為什麼蒜頭 我們都說的是在裡面看到就是 我們在農業社會裡 我們看到 我們農村裡面都是老人工在做 為什麼青農不願意去做 去做這個蒜頭 這是一個大宗的作物 所以你看的時候 這幾乎都是高齡 都是高齡的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一個現象 那麼公平委在這個現象裡頭 又有什麼樣的關聯 我是今天想跟你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知道公平交易法的話 我們第一章的第一條 就是為維護交易次序 交易的次序 消費者的利益 確保自由與公平的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就制定了本法 所以這邊的談論就是這個交易的次序 那這個交易的次序當然又牽涉到說 經濟優勢力量的經營者 經濟優勢力量這個經營者 那什麼叫做經濟優勢力量這個經營者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還原到農業農產這一塊 那到底的話問題又是出在哪裡 那我們講說 既有經濟優勢力量的經營者的話 我們通常說的是盤商 盤商的 有一種是在農業這個板塊 占據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農會 再來就是生產者 那當然是消費端 大概不外乎的話 大概這幾個面相 我們講就是說 這個盤商 它是如果 它是一個經濟優勢量的經營者 但如果它合規合法 那麼合情合理去經營的話 那麼今天的話 產銷的結構就會很健康很陽光去發展 但是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 就是在產銷這一塊呢 又特別的擔心 然後另外又去製造出另外一個盤商 這個盤商叫做什麼 是一個非營利機構 這個盤商叫什麼 就是叫農會 所以農會裡面有公銷部 也有行銷部 那麼農會的話 它既然有公銷部 但是如果它沒有積極性的作為 那也意思就是說 政府的話 在產銷的結構 怕做大了 做實了 盤商 它具有經濟優勢力的這個經營者來講的話 它如果去吃農民就對了 那麼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因為農業是政府需要保護的 很重要的一塊嘛 這個牽涉到我們的糧食 那麼牽涉到我們的經濟 那麼牽涉到農民就是個弱勢 那麼它的個體戶太多太多了 好這樣子 好了 那農會如果沒有機器性的作為的話 那也就做實的盤商 它就會越做越大 那麼我們的生產產 包括我們的消費端的話 就會受害了 我大概是講這樣子一個 一個這樣子跟 跟委員交換的意見 好了 那如果沒有競爭優勢的力量的農 就是說有競爭優勢力量的話 其實農會也有 但是它沒有用心去做的話 那會造成一個結果是什麼 這個產業可能就慢慢會沒落 就是年輕人看不到優勢一塊錢 年輕人也看不到經濟利益一塊錢 所以它就不會投入農業了 所以也意思就是 算頭這個產業來講的話 就會慢慢慢慢的怎麼 你就會看到它的話 就老年化 就像一個老年人的產業一樣 所以這個危機是在這邊 所以柯領寫委員可能會沒有去想到的 也說 原來公平會跟產業也會相關 這個產業的合理的發展 這個產業的未來性 跟公平會的關係又在哪裡 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我大概算了一下 這個大概是比如說 如果要做競爭頭 來說的話 我就用一分塊 那麼委員你看一下 第一個欄位 蒜頭成本每分地 那我們就把它估算起來 那麼估算起來的話 用每分地的話 它的總成本的話 大概到7萬6 到7萬6 我這邊的話都還很保守的去估算它 好 那我們就算這個總成本 如果要一分地的時候 它的總成本要7萬6 你反算回去的話 它要賣多少 它要賣多少 它才算得好 所以我們市民上的價格 如果是它的平均價格 不符合它的成本的話 那問題會出在哪裡 因為蒜頭在國內來講的話 它算是缺 它算是不足的 我們必須還要依賴進口 一個必須要依賴進口的大宗的作物 哪有可能說農民政這個不貪 哪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問題會出在哪一邊呢 我大概是這幾年 我只要進到立法院碰到公平會的話 我都不斷地反應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解決 那為什麼還是沒有解決 我意思說 因為公平會如果你們沒有發揮 你們應該要有的功效 那麼蒜頭集中大宗作物 第一個我們就不斷地仰賴進口 第二個的話 就年輕人就不願意進來 那麼這個大宗的作物的話 它就會沒落了 它就會未可取 所以那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來探討這個問題 好的 那麼產地的價格就像股價的波動一樣 這個當然跟進口的話 量也有關係 好 好那我們再談一下 反突發式的基金的話 在這個部分裡頭 它可以貢獻的是在哪裡 委員你認為呢 我講了一大堆 我現在聽你給我答案 謝謝委員那個吹詢 那這個問題剛剛您已經有提到 這邊反突發式基金它的整個用途 就是包括針對產業的這個調查 所以我相信委員對這個農業就這麼關心 然後就說我們公平會能夠做 就是說降低減少不公平競爭的情況 讓更多這個合法的特別是青龍小龍 能夠把很多的這個資源 跟他們的表現能夠得到報酬 我想他們就更多的人去投入這個領域 我只是要讓委員你可以理解到就是說 公平教育文會你們的作為 如果你們積極的話 就像說農會如果它有積極的作為 那麼今天啦 今天農民就沒這麼辛苦啦 那整個的產銷結構的話 它也一定會怎麼 一定會去調整嘛 它慢慢的會去調整的話 那麼在生產者的收益這一端就會展現出來 那麼消費端這個也不會被什麼 被剝削嘛 我想要說的時候 就說生產者跟消費端這邊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怎麼 看到一個很陽光啦 很陽光的一個場景嘛 所以今天也許這個反突發式基金要調查算頭 是不是有聯合壟斷的情況的話 到底要怎麼進行呢 所以不可能是說你等到事情發生的時候 因為事實存在就在那邊嘛 如果雲林縣的話 如果全台灣的話80%的蒜頭是產在雲林縣 如果沒有一間都會在做蒜頭的中盤上就對了 所以蒜頭的中盤上都交代在雲林縣就對了 那現在的話產地的價格又是這麼樣的不合理 你說沒有聯合壟斷嗎 事實上那個情況都一直都存在著啦 就是說所有的雲林縣如果要進場去收他們就說好 他們就開火 我要多少錢進去收 我如果不想進去收我就不想進去收 所以他們怎麼他們的說好嘛 所以包括價格包括當時要進去 所以這種聯合壟斷的話是層出不窮 而且是每年都在上演啦 但是公平會在這個方面來講的話 我一直沒有感受到 就是我們在調查上來講到 對這一塊的話我們有著力之處 或者是說有什麼進展 我就不敢收到就對了 這以後怎麼辦呢 這以後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基金的話 弄在調查蒜頭這部分裡面 到底要怎麼處理呢 那個未來的主委副主委 還有我們一共司委都在這裡 我為什麼請你上台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助理的話 他認為所有的委員裡頭 你比較接地氣 意思也意思就怎麼樣 你對農業這一塊可能 你會比較有所感 所以我才特別把這樣子一個任務 或是這樣一個期許的話 加在你的身上了 好不好 洪委員 謝謝委員繼續 但是我是希望你私底下還是可以跟我講 反通話施基金的話 對調查蒜頭的話 你到底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這種聯合壟斷的狀況明明事實就是存在 但是希望不要什麼 希望不要再看到啦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蘇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洪委員被提名 就請四位都演議 我想未來都需要重視 好 謝謝 接下來請賴湘林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請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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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委員 謝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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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委 您好啊 我知道您背景是在商業師的市長 那這次被這個政府高層打招 我相信對您的能力應該多所肯定 但我想這兩個職務之間的落差 也許你已經有做好心理調適 但是商業師也好 在經濟部也好 應該是為企業發展上面呢 比較以他們的這個利潤的發展性 企業的成長來效益等等來努力嘛 那但是在公平會的這個角色上 好像又要做相對的一種 呃 呃 多所抑制也好 或進行管理也好 這兩個角色之間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想先請教主委 您現在的這個調適狀況 以及您怎麼界定這個位置轉換時候的哪年 我認為 呃 經濟的發展 服務業的發展跟維持一個公平競爭秩序 這並不是衝突的事情 不太衝突 所有的經濟活動 不管是國內國外 它都有一個法制的規範 所以雖然我在商業師負責服務業的發展 我同時也負責我們消保各支公司法 各種法定制度的建制 所以我想在角色的調整上 這是一致的 而且是溫和的 你心態上面也好 專業商也好 你認為你沒有這個漢格之處 可以一路把這樣的專業帶進公平會 應該是有這樣的自信 我看過資料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簡單救教 其他委員談的可能是比較這個更大的這個近期的案件 但我想救教的比較是早期的案件 就是在這個92年一直到104是不是 前後 這個一直在進行中的就是兩大KTV相關的這個業者 一個叫好樂迪 一個叫錢貴 他的這個合併案 那當時在這個合併的這個申請 應該是向我們經濟部商業師這邊來做處理 是這樣嗎 有關企業併購之間的程序是怎麼樣進行的 企業併購如果涉及到要辦理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 會在經濟部商業師處理 那一般直接要申請併購的話 在經濟部是哪一個部門在做處理的 就我們的企業併購法來看 併購是兩公司之間或多公司之間的一個合約 最末端的登記事項到經濟部其他並沒有 所以他們要進行這個合併之前 是不是有一個程序要到公平會去進行相關的這個審議 如果有到符合公平教育法裡面的一些結合 所以顯然這個案子當時市長你還沒有參與過 也不瞭解 我不瞭解在公平教育委員會的 在商業市的時候因為沒走成 他最後的結果是沒有結婚完成 他們就講了訂婚 好幾次呢一路就被這個相關的法規 特別是公平會呢有一些這個斟酌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交叉持股20%左右 並沒有到更高的這個交叉持股 但看起來兩龍頭都好像在這邊哀嘆 就是說這麼好的一個政策為什麼會不準呢 那我們來往下看 他程序上面應該是這兩個一個KT的錢櫃也好 這個郝樂迪也好他們大概市占率加起來 當時公平會是認為說市占率過高了 已經到了百分之四十幾的這樣的一個趴數 可是曾經在第一次的時候呢 是同意他合併的而且是副條件 那副條件的概念應該就是說 他只要做到一些程度的限制呢 大概他就可以完成 但是這個副條件是呢兩個業者並沒有採納 所以就沒有往前去做的這個處理 那之後到97年呢 又再繼續的去做的這個申請 那一路都被我們的公平會呢 做了這個另外適當處分 意思就是不同意他們的這樣的一個結合 那到最後108年的時候 大概也就是整個沒有完成這個企業的併購 以至於這兩個還是分屬用自己的專業的公司 以及自己的治理制度 還有他的相關的股權結構去經營 那我就想請就叫這個主委了 就是說未來在這個台灣很多的大型的企業 也可能在市占上呢 本來就有一定的比例 那大家現在國外也好台灣也好 很多都採取用併購的方式 讓企業的發展呢 可以一部分呢就直接是升級 一部分他在這個商業的各種專利上面 可以獲得更快的一個相關的項目好了 那這樣的一個併購 您本身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或者是立場來看待的 我個人在商業師也負責企業併購法的相關法案的修正 那基本上企業併購是企業之間 你鼓不鼓勵 如果符合法令的規範 我們是樂觀其成 那以這兩個為例 他們在當年92年的時候 其實KTV那時候產業並不兴旺 也有很多各類型的 大家是不是專屬的那麼樣以現在的規格 過去唱KTV在路邊啊 投幣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們是新型態的 在92年當時呢 他們就覺得說可以一起談 更好的方式跟唱片公司 談一些這個歌曲啊等等 版稅等等的問題 那時候我不曉得是真正考慮是什麼 反而就是沒有通過 所以一路到現在呢 整個這個行業也變化很大了 我們現在看到連電影院外 外頭擺了小型的唱歌 投幣式的 大概也是這個類型的行業 所以您對於這樣的產業發展性啊 會再用什麼樣的一個機制來看待 併購也好 或者是公平這個交易委員會 要採取的態度 以這個行業為例 就企業併購法以及公平交易法當中的結合的相關規定 我想在具體個案有相關的市政 是 是否有可以做一個合併或是結合 我想要有進一步的這些市政才能來判斷 是 好我想今天質詢 應該是說 對您在過去公職裡面的專業以及投入 我們是肯定 但回到一個更公平交易的這個職責上面 或者是位階上面 他當然要承擔更多的這個 有關國人相信一個公平交易程序 我們每次看到一些這個新聞報導 就是衛生紙之亂 然後這個剛剛委員也談到了一些物價崩跌之後的 是不是有壟斷性行為造成的問題 該等都可能跟消費相關的這個法規 或者是相關的部會之間可以聯合 所以我們就期待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您入主之後 幾位委員可以秉持更能夠讓事前的這個預警性 然後造成一個相關在您認為的權益保障的這個 這個完備度上面法治上也能更願健全 您對自己的期許是什麼 謝謝委員期許 我們要全力以赴來處理相關的民生物價 如果有不合法的一些烘台或壟斷 這當然要依法來處理 謝謝我想最後還是期許 一個公平交易委員會您個人帶領的團隊 其實從公部門上升到這個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層級 其實是部長級的規格 所以希望就是全力以赴 以中立的角度 在行政上面在政治上面 擔負起這個獨立機關的角色 是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好謝謝賴委員 謝謝李主委被提你了 謝謝 接下來 在無鈯琴無鈕琴無鈯琴武鈺毋崎 Ny太威余 謝謝主席 我們請委員 四位都請了 還有秘書長 來請四位被提名人還有李秘書長 好今天就是也是先恭喜各位能夠來入委 我們被提名 那本席認為公平交易的目的就是應該維護競爭交易秩序 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所以這個維護競爭交易秩序 讓市場不會被壟斷 或者是所謂因為利益的關係去影響這個秩序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案子 因為公平會像本席 也從上個會期質詢到現在 然後黃沃山委員以前2018年 也檢舉了這個東陽致藥癌症的 這個代理懂斷的情形 那秘書長先請問一下 那這個案子到現在還沒有進行實質的調查 那你認為我們新的委員上任之後會去做調查嗎 這個案子我們會請新任的主委副主委 那再做一個檢視 那是不是當時沒有調查的原因 其實我剛剛有在做一個確認 其實這個案子還在相關的調查的程序當中 因為相關去違反這個金融交易秩序的是有很多 那在今年十月也直詢了 那從上次到現在剛剛也說也過了兩年多了嘛 那這個案子就是說有藥廠 他們用三家其實是同一家啦 但是他們用三家的分身共三家 然後他們就是去壟斷讓這個藥價增加 然後讓我們的健保支出不合理的增加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要拜託我們未來的委員 能夠了解要趕快來做這個加快這個調查的速度 那公平會我們也看到有在做宣傳 但是我們看到螢幕上這個影片做的是不錯啦 但是好像這個點閱數才一千多次 那這麼好的影片如何加強宣導呢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新委員有沒有什麼辦法 主委 謝偉 公平交易法的內容其實很專業化 我認為應該用淺顯易懂更白化的方式來對外來宣導 那在宣導文件的呈現上也要更 本席是認為這個影片是蠻不錯 因為他用漫畫的方式來呈現啦 來詮釋是不錯啦 就是說怎麼加強行銷推廣 是未來希望能夠重視 那另外就是針對這個 這個所謂可能會不適用公平交易 就是說換句話說就是說適用公平交易的類型 目前從2016年到現在就是只有列出八類 那未來是不是會擴增更新 讓更多的 目前我們知道有很多新興產業嘛 很多這個資訊的商品 那是不是讓更多類型可能會有不實的 違反公平交易的這個類型能夠列舉出來 可以嗎 這我們進一步來了解 好 這個部分真的是有待加強 也請秘書長注意 好 那再來就是之前有針對這個違反市場競爭次序 在美商高通案 那高通案那時候公平會是有罰200億 那罰200億但是公平會就用產業經濟發展為由跟高通和解了 那這個部分顯然是跟這個公平交易的這個原則是違反 因為我們知道公平會它是執掌這個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嘛 那怎麼會可以用這個以產業經濟發展去跟高通和解 那跟高通和解本來罰200億後來和解只高通只繳了27.3億 那後來高通他們進來的商品也都沒有這個合乎這個公平交易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那未來高通案我們不知道這個新任委員會不會再重啟調查 高通案現在是根據訴訟上的和解在執行 根據和解條約在執行 那我將來也會持續觀察旅行的情況 是就是說希望未來不要再以這個產業發展為由 去這個讓這個所謂市場競爭秩序的這樣的一個重要性被忽略掉了 好可以嗎 是我們會來關注這些議題 好謝謝 好謝謝陳委員 謝謝秘書長跟四位被提名人 謝謝 那我們中午就不休息了 我們延長開會時間到議程結束了 好 接下來我們請邱顯治委員發言 好主席我想請四位被提名人 那請四位被提名人 委員好 那我首先先請這個郭委員跟紅委員 那這個郭委員跟紅委員在上一屆就已經是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那這一屆在續任 那我想請教有關這個聯合行為的部分 那因為呢這個聯合行為我們去看了一下 就是說從2017年到2019年的上一屆的這個議案 總共公平會依照公平交易法第15條的規定去採除的只有四件 那但是呢那事實上這個聯合行為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在公平交易法上在這個反托拉斯法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上一屆 就是說在2013年到2017年這一屆 總共有25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在上一屆 也就是說兩位所擔任的公平委員 公平會委員這一屆 少非常非常多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這個原因是什麼 這個原因有幾種狀況 就是經過我們的倡議之後呢 業者都知道說聯合行為是違法的 那可是也因為業者知道說聯合行為是違法的 當有一些業者要做的時候 他們就會更隱密 所以那個證據的調查就會越困難 所以就是說證據的調查 因為現在公平會顯然就是有注意到這一塊啦 所以證據的調查更困難 那接下來我再請教 因為聯合行為的定義跟合議的推定這個部分 我想請教這個主委被提名人 就是說這個 就是說李委員 事實上你現在是這個商業司司長嘛 那專長是公司法 或者是說這一些比較商務的這些法規 但是就是說這個聯合行為的定義跟合議的推定 這個部分不知道你有沒有理解 有沒有清楚 這個條文我有一些了解 大概了解一些 但是主委就是說 這部分應該是說 第一個層次是說了解這個法規範嘛 而且這個合議推定這個部分 第三項這個部分 可能要更琢磨去研究啦 因為副主委提名人 事實上是公平教育法的這個專家嘛 那這個合議的推定這個部分 也會影響將來的認定 這是第一個層次 就是說在法規面 法事業學上面 這個法規到底它涵蓋的範圍有多廣嗎 那接下來才談到說 剛剛所提到的 也就是說這個實際上要怎麼去認定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這個主委被提名人 聯合行為 你覺得開放性問題 聯合行為你怎麼樣去實際上去調查 你的想法 第一個 看看他所屬的產業 我相信在各部會的分工 這個橫向的合作溝通 互相的提供資料 這是很重要的 那是不是有提供資料 是不是有一個合議嘛 那就牽制照說 他們有沒有這個場所 等於是說我的意思就是說 公平教育委員 應該要留點類似檢察官的這個功能 或者是他的角色嘛 那你去查案件 那你要怎麼去查到這個案件 那怎麼去認定說 他有這個合議 或者是推定的合議 那我再請教 就是說一財極端指的這個政策 你清楚嗎 就是說現在這個健保署 在6月24號7月1號都有邀集的 醫師公會 醫院的協會 去討論不同的醫材的功能的分類 跟合理價格的範圍 並且訂了一個叫做極端指 那訂了一個極端指之後呢 你看一下 這個第三項這邊 有531個品項漲價 而且在漲價的品項裡面 有54% 極價格啦 是直接碰觸了他所謂 或者是說趨近他所謂的極端指 其中有三分之二啦 有194比是直接漲到極端指 跟極端指一模一樣 這些廠商漲到極端指一模一樣 三分之一趨近極端指 就這部分 那請教主委被提名人 這部分你要怎麼去調查 謝委員 因為健保的這一些的議題呢 會跟衛福部有關 那我如果我有被同意這樣的工作 不是啦 應該是說你是假設你情史通過之後 你是公平教育委員會主委嘛 那你的權責 也許過去你在經濟部 或者是說他健保署 或者是說在交通部 他並不清楚說公平教育委員會 這個Anti-Trust Law的基本的精神 跟他所追求的目標嘛 但是只有各位 是最在乎這個價值的 這樣講對嗎 對於競爭秩序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 這是你的職責所在嘛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問的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因為他的調查 也許是非常困難的 尤其又有一個合議推定 上一屆只有4件嘛 對不對 上一屆只有4件 人家在上上屆的時候 都非常重要的 那主持人站起來 我最後幾個問題就是說 他是不是會有一個一致性的外觀啦 就是說從外表來看的話 各醫療院所調整特定的品項 有沒有一致性的一個外觀 時間上是不是說他今天他長了兩個小時之後 他長三個小時之後他又長 那你大概就可以顯示說 那是不是有一個聯合行為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沒有直接溝通或交易資訊的機會 譬如說他們是不是有一個協會 當你去調查的時候發現說 A跟B在某一個時間點上面 他們是有碰面的嘛 他們是有機會的 第三個就是說 到底這個成本有沒有一個推升的客觀環境 有沒有這個超額漲價的狀況 譬如說 這個東西本地是5塊嘛 他現在去到10塊啊 對不對 那他有沒有客觀上 要漲到10塊的客觀上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說 在實際上去認定 第三個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說 調漲的模式有沒有異常 那是不是有一個經濟的合理性嘛 那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 聯合行為這件事情 不管是在世界各國 即使這個 洪柴隆委員其實非常清楚嘛 就是說 不管是在奧地利 或者是在德國 他這個部分 他是非常在意這個部分的 那你不能說 那整個國家經過4年之後 只有裁定事件 公平教育法第15條 這說不會過啊 我覺得這樣的話 應該是說 各位可以更積極的 去做這件事情 那 再來就是說 基建保署的部分嘛 剛剛提到了 如果是各個廠商之間的聯合 這沒有問題 這一件 他是主管機關 他訂了邀集各事業 然後去訂了一個這樣的聯合行為的定價 那公平會作為一個我國的行政機關裡面 職責所在也好 最重視公平教育的 的這個價值也好 是不是應該提供給其他機關 相應的這些資訊 跟這些背景的知識 譬如說 我自己設想啦 我是健保署的話 我也許沒有注意到說 我這樣的行為 會導致聯合行為啊 這個市長你了解意思嗎 是 對啊 那是不是說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行為 你不會這樣說 你剛才跟我講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嚇一跳 你應該是說 你看到這樣的行為 你比其他的機關更在意這件事情 不是被動被告知說你要去 而是說 你看到了健保署的這個 衣裁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把這個機關說 欸 有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應該追求的價值 叫做公平教育法 第15條的規定 那你應該注意 避免說 你一旦定了這個極限值之後 其他的賞上來 那變成一個聯合行為的這個狀況嘛 好 對啊 謝謝 其實委員提的相當多 好不好 回去上任後 請未來上任後的話 請這個再跟委員們做溝通好不好 相信未來在立法案 還在遇到啦 這些問題 對 就是說 其他機關的部分啦 因為你最在 你最重視也最專業嘛 是不是 那可以提供給其他機關 有這樣的一個背景的知識 請他應該要注意到這個部分 是 好 好 謝謝邱委員 謝謝四位委員 那也請研議了好不好 委員剛剛提到了 我相信未來還會再遇到 好 謝謝 接下來 洪孟凱 洪孟凱 洪孟凱委員不在 莊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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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張祺路 張祺路 張祺路委員不在 鄭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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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林維州 林維州 林維州委員不在 請邱智委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請四位提名人 請四位被提名人 第一個問題想請教這個主委提名人 就是理事長 您的資料裡面對未來公民會的一些工作的期許 重大議題的看法 在面對數位經濟的部分 你說這個本質上不透過經濟活動範圍 現行的法律所建立的競爭之力上出與規範 這點我不太認同 我覺得這個科技數位經濟的發展是瞬息萬變 它的交易形態 這種模式 這個現行法律我認為還不屬於規範 為什麼有認為 因為這個洪才龍 洪委員 您的意見我比較認同 你說公民會未來應提出 關於數位跟平台經濟的競爭處理原則 對不對 因為沒有 你才要針對數位經濟 還有這個平台的競爭處理 要定義一個原則 這代表現行的法律不屬於規範 我想請教兩位的意見 對數位經濟未來你們怎麼樣去 關於這些聯合行為 或者這些壟斷 所謂數位壟斷 你們怎麼去預防 怎麼去有一些的嚇阻 能夠達到公民教育的目標 先請這個主委貝廷 好 謝偉 我在那個履歷裡面 我提到說現行法上足以因應 主要的看法是 整個大方向在目前的公民教育法的架構 都已經有了 譬如說不實的廣告 那這網路上的不實廣告的現象很多 我們現行的法律 那本質上是傳統的經濟活動嘛 你不能把這個數位經濟 把用過去比較守舊 比較保守的經濟活動 去看待它嘛 它是新型態的 而且這個瞬息萬變 所以應該用新的思維去面對嘛 你也提到這一點對不對 我希望說這個洪委員 你提到說這個要建立一個處理原則 你期待大概如果你順利再續任 你期待多久時間會把這個數位跟平台經濟的競爭處理原則 把它訂出來 謝謝委員 追尋 如果一旦上任 我想我會在會內 當然就是未來主委副主委 還有其他委員在 就說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事情 那至於多久 我相信 就真如為您所說的 這個現在經濟活動 那個瞬息萬變 所以應該也不可能會 拖太久 好 所以這個我希望說把數位經濟或者針對這個平台所造成的數位壟斷這部分 如果未來會成為你們重要的一個工作的內容跟項目 所以我期待所有的委員都能夠正視這個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案 好 那我請教一下那個郭提銘人 我也好 對在您提到針對聯合行為最好的方法就是重罰跟鼓勵檢舉 對不對 是 重罰 你們有重罰過嗎 在您的 是不是高通案之外 我們有重罰過 就是我們有訂一個標準 就是如果是嚴重影響交易秩序 如果它違法期間的營業額是在1億以上的話 那就屬於這個這個嚴重影響交易秩序 那我們的罰款這不受那個五千萬兩千五百萬的限制 我們可以罰到它全球營業額的十分之一 要跟國際接軌 你看這個美國對這個高科技業這幾個大龍頭 這個毫不手軟對不對 因為已經變成這個嚴重的這個聯合行為了嘛 或者這個數位壟斷嘛 是 所以重罰我覺得這是必要性的手段 但是不要空有口號 但是沒有實際的作為 高通案234億 重罰對不對 那後來轉折變成什麼 變成產業發展最重要 公平交易公平競爭法案是其次 是傳統的經濟部的思維 所以我再回過頭來問一下那個 市長 您在商業市要促進商業發展啊 對不對 鼓勵商業活動啊 招商啊 引資啊 對不對 活絡這個商業 活絡這個產業 你站在一個產業協助者 你現在變成要產業的規範者 你要踩剎車 要踩一個一個是拉拉隊 不是拉拉隊隊長 那現在是糾察隊隊長 你要怎麼從拉拉隊隊長變成糾察隊隊長 這個哇 你要有很大的轉折喔 包括你的這個心態 包括你的這個 對產業的發展 對產業發展 跟公平競爭的部分 你要有更多的這個權衡 比例上要有一些調整 是 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任何的商業活動 都應該遵循法令的規範 而且遵循法令的規範 是有助於商業的發展 這兩個並不是互相排斥 那以我過去在商業師負責的業務 我除了有商業的發展 其實商業法令的建制 也是在商業師的工作範圍 高通案就是產業發展 這個位階高於這個公平競爭 我們重罰之後考量到產業發展 考量到5G 所以用這個產業合作的方式 來取代這個罰款 所以產業發展的思維固然重要 但是不能失衡 不能因為全部都考量到產業發展 然後這個公平競爭 雷聲大也有點小 卻沒有任何的制裁嚇阻效果 這個不利於這個公平競爭環境的建制 所以我要提醒這個未來可能的主委 這點在你的角色轉換 你一定要這個最短的時間之內 因為你是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委 你不是商業師的師長 所以你應該是強調公平競爭 大於產業的發展 或者最起碼你也不能失衡 好 那接下來我請教幾個問題 就是公平會有幾位學者專家 這個對一些的 對世衛提名有一些的看法 譬如說這個有一個交大的教授 他說公平會對外國企業的訴訟 幾乎是全部都敗訴 你們也聽過這個教授的說法嗎 公平會 在公平會有提到一些處分 對啦 那也質疑高通案的轉折 好像沒有辦法跟國際去接軌 國際說一就不二 那你們的轉折 考量到產業發展又有不同的這個方式 所以這部分 真的是這些學者之意 我想先請理事長回答一下 在公平會上有 我有了解到的是說 有這個學者注意到 公平會有一些行政處分 在行政贈送上有一些被撤銷這樣的情形 那我想被公平會在過去做的處分 都經過委員的一個合議去處理 那在行政訴訟中 何以被撤銷或沒支持 這要進一步把相關當時的市政 以及過去委員會在討論的過程 以及法院所持的這些理由 我們要進一步了解才能夠看看要怎麼樣檢討 我的重點就是你在財法的部分 立場要堅定 然後要跟國際接軌 那我很擔心說像高通這個案子 你高額的財法 那會形成很大的嚇阻作用 但是你事後轉折 以產業發展的需求為先 好 那你要看看你公平會有沒有監督去 有沒有能力去監督他執行這些相關的 他承諾的事項 因為這畢竟不是你們專業嘛 對不對 那現在監督要去執行 是你們在主政 你們要協調各部會 但你看高通到底有沒有確實按照他們的 當初的承諾去執行 你們有能力去監督嗎 事實上我的了解公平會一直在監督 這樣和解條件的旅行 那當然這會有一些跨部會的一些請教跟合作 那你們有一定的行政指導權 譬如說他要怎麼去承諾 他要怎麼去執行 他如果你真的要用產業發展 要以南部優先 那市長你了解外屬 我想賴瑞龍也會同意 特別對高雄 你在高通要怎麼樣投資 要旅行 對台灣的這個數位經濟或者5G 以高雄為優先 高雄有陸科 未來還有橋科 那地點都很好 未來透過您的這個引導 政策性引導 他執行的項目裡面慢慢轉到高雄去 可不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江大我們會去注意這個議題 要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OK 好謝謝邱委員 謝謝四位被提名人 我們都期待更積極的作為 謝謝 謝謝 好 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 其餘已經已發言完畢 巡答結束 委員吳毅琴 光從軍 謝一鳳 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好 現在請四位被提名人可以先離席 謝謝 謝謝你們謝謝 好 那各位委員 報告聯席會 今天針對四位被提名人相關事項的審查 均以審查完俊 我們做以下的決議 行政院韓宋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 李美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 陳志明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 郭淑貞及洪才龍續任委員案 請同意案 我們審查完俊 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運會公爵 運會討論時有本席說明 好 那本日議程 我們處理完畢 三會 謝謝各位辛苦了 謝謝